那我说一下我开这台新的Model 3的一些感受 上来以后明显能感觉到它和老款之间只有很大区别了 那大家记不记得过去老款的那种感受 有人特别喜欢说那个叫驾驶乐趣 其实我并不太认同 我是不太喜欢上一代Model 3的那个驾驶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那台车呢 它会把很多的机械式的表达 就硬碰硬的直接就给到你 比如像你发现那台车油门踩下去 就起来了 它的动作呢来的有点太机械化了 你再看它那个减震器和弹簧的那个特别 因为这台车踩脚油门它就会抬头 踩脚刹车就很快的就会往前倾 所以呢它把弹簧和避震器呢也做了很硬 否则的话呢它会像翘翘板一样 所以那台车过去的那个版本 我觉得它开起来有点像什么呢 就是一个很机械化的一种硬碰硬的感觉 但是呢有些人呢把它理解成为这就是驾驶乐趣 我觉得这不是 驾驶乐趣里面我们经常叫一个一阶二阶来评判这台车 我觉得它是把所有的一阶的指标都给你干的非常硬邦邦的那种感觉 那现在来到这一台的时候感觉哈它会是有经验的一些表达了 比如像哪些经验你看这个转向转向 它开始有手感了哦 上一代的摩托才是真没手感的 再看第二件事情是油门踩下去 你踩狠一点它是来得很快的 这是一直以来特斯拉的感觉 但是你轻轻踩下去 它这种质感会稍微长一些 你再做一个这种紧急的变线的时候 它也撑得住 可是呢你看你左右绕的时候 轮胎开始在响了 但是这台车依然会给到你一些质感方面的一些提升 你看这台Model 3啊 你说它变了吗 但是它好像又没有变 但你说它要是没变的话呢 这台车很多地方又发生变化了 所以我觉得呢 特斯拉这家公司是不完全啊 这汽车行业的道理来出牌的 比如像哈 我们可以从航空工业去找到一些东西 波音737 你看这家飞机好像几代都没有发生变化 50年了都是那个造型 可是人家里面啊 你看到的东西没有发生变化 你看不到的东西全部变了 所以呢这台Model 3呢 这一次呢也不说自己到底是不是新款 它又说了一个换新版 所以呢这个你就比较难去琢磨它了 到底你算不算是一个全新一代 你不说我不说我们都不知道 好来看看一些变化的地方 首先这个大灯肯定是变了 那这个保险杠也变了 这块E字板肯定是要发生变化的 这个盖子啊 以前叫引擎盖 现在就叫全盖吧 这一盖应该是没有发生太大变化的 再看这里 所有的雷达等等这些东西都不见了 在这一代身上呢 它会用到的是一套视觉的解决方案 来看这个轮毂变了 据说呢里面的这一颗减震器也发生变化了 再看这个刹车 其实也做了一些相应的变化 据说这个刹车的脚感 踩起来会比以前好很多 可是你看这些没变没变没变 这一套的都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据说呢风阻系数这次做到了0.22 这其实是一个降风阻的行为 但是老实说我也没有看出来 它到底是通过哪些动作来剪的 因为降风阻这件事情 它可以去通过 比如像把这些缝给它包住 把这个后视镜给它做小 这些都能够减少脊抗的一些这个做法 可是在这台车上没有看到这些动作 0.22的这个风阻也不算是一个特别低的数字 因为再过几个月后预告一下 大家会见到几台国产车 能够做出0.22以内的风阻系数来了 好 有一个小细节 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来看看这个车门上 这里是做了一个无矿的 并且加上了它的一套双层的夹胶玻璃的 据说NVH会有很大的变化 不单是这一块了 这块玻璃也做了同样的变化 其实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想跟大家聊到这台车的一个重量 整倍重量做到一吨七 其实一吨七这个重量是非常低的 你比如像比一台海豹 它比海豹要重来一个成年人的重量 再比如如果拿ET5来比的话 它就足足是200公斤的重量 所以这200公斤的重量非常难得 你要在一台这样的车上去减少那个重量 尤其那块电池的重量都是来得非常难的 所以特斯拉这家企业有些有意思的地方 我们老说第一性原理 第一性原理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第一性原理 你简单一点思考 就是对一个复杂的事物 你有一个自己快速的一个脑机的编程 然后去抓到它的一个最核心的变量 所以马斯克应该是认为 这台车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要做到极致的减少它的能耗 这样子的话 一劳永逸的解决很多的问题 这台车上它做到一件事情是 它在每一块细节当中 都比同类型的竞争对手 要高出个1%到2%的效率 就那么1%2%的效率 可以让这台Model 3比它的竞争对手少用5度电 这5度电就带来两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个是它会变得更轻 第二个它要减少大几千块的成本 就这样一下 这台车它轻下来了 又能够保证自己的一个低能耗的运行 老实说就是特斯拉的一些高科技的地方在里面 好 这个尾部我们再一看的话就没有太大变化了 再一看尾箱拉起来 你看这里会有一个很大的猪哥 这块我觉得蛮喜欢的 放一些矿圈水啊什么都OK的 好 整个外观看完了 我们到车里去看一看 先看后排吧 好消息是加了一块屏 但是坏消息是 这块屏并没有加在方向盘的前方作为仪表屏 而是放在这里来作为一台后排屏 就后排屏老实说 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大的作用 但是有一个点是什么 就我们家小孩特别喜欢这种东西 小孩见到这个屏幕 两眼之放光的程度 是我们这些大人没有办法想象的 你看这点开了以后呢 它可以去看到一堆的 这个比如说腾讯 B站 爱奇艺 优酷等等 当然你也可以拿它来调一下音量啊 等等的这些 OK 都是没问题的 好 再看看这把座椅吧 中国人喜欢把这把座椅玩的 沉托力更好一点 表面做的更软一点 所以你看宝马来到中国也是换座椅了 你看到 特斯拉现在终于入乡随俗 学到了这一套 好 白色的内饰 再加上这一块翻下来的 我就喜欢这种 拉得特别长的 就像天顶啊 这些大家会担心不要晒啊 会不会给你加一块 一块天物啊等等的 这些小细节啊 没有 这张脸一直还是没有的 这个强烈建议大家买完回来的时候 还是去加一个这张脸吧 来 我们赶紧看一看这个前排啊 前排几个最大的变化啊 就是以前我们说它是一套毛皮房 这话是我说出来的 特斯拉当时还生我的气过 但我觉得现在看起来的话 它没有做太大的变化 但精致程度会比以前好那么一丢丢 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哈 这块的液晶仪表它是没有的 所以呢 你还是要需要改变一下自己的习惯 把头扭向右边来 但是你扭向右边的行为呢 它是多了一些习惯性的 因为你比如像现在换挡 这些按钮全部给你取消了 你要换挡 你在这里就换挡了啊 很多人说这样的动作习惯不了 就我个人的想法是 你给个两三天也是能够习惯的 但转向灯在这里 在这里很多人还是习惯不了 还是那句话吧 你都买了这车了 你慢慢习惯 总比我们这些天天换不同车的人 去告诉你习惯是什么 更加有道理 因为你上手自己的车 快速就能找到自己的一套习惯 方向盘这个换了 前方呢 你看这里 以前呢是会有一些木纹的 现在换到的是一排这种纤维的翅膀 再往前方看 这里呢会有一套的氛围灯 老实说啊 这个氛围灯也不算是特别高级的那种 它就是一个大大的环绕在里面 但是聊胜于无嘛 以前是没有的 现在加上这一套 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好处的 手机的无线充 现在很多做到50瓦快充的时候呢 会在这里做一个吹手机的出风口 但是呢 我没有看到 那据说呢 这台木头三对低音系统 做了一定的加强 所以这套新的喇叭 他们说一定要听一下 来我们听一下 重音的确是下得去 沉得下去了 这块比以前是要好很多的 那至于像其他的一些细节 我觉得就没有什么特别要讲究的 最重要的件事情就是 这台车把整个底盘做了相应的变化 沉穿越多了 沉穿越多了 感谢观看